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后 整个市场的反应仍然是一片惨淡 这个香港市场也好 还是中国大陆市场也好 继续出现了 披靡不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也让很多分析家觉得挠头 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的问题 现在不是说要扩大内需重视消费的吗 为什么市场还是萎靡不振呢 大家主要指出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次的地产政策上 政治局会议上似乎仍然是乏善可陈 这也是现在中国经济复苏最大的一个难关 这一次强调叫做收购存量商品房要更加的积极 那我们也知道 由于中国可以收购的二手房的分布是比较分散的 所以你收购之后这个房价可能是存在下跌的风险 而现在各个地方收储的节奏也是比较的慢 我们就看到到7月了之后 这个地产的成交数据还不如6月份呢 不管是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 成交量继续回落 这个二手房这个成交同比也没有继续高位持续 又滑下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大家购房的预期还是比较弱的 那后续的政策到底有怎样的支持 这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如果说我们叫做弱点或者是乏善可乘 没有给市场带来耳目一新感觉的 还是房地产政策这没有破局之道 但是我们也说房地产这个事也真的是两头都不吃好 你要知道房地产房价高了也是问题 低了也是问题 今天的问题就是因为打击房地产高畅成的嘛 以后没可以这么说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之前的这一些收处政策 包括有关于地方债的这个专项债的政策 实际上都跟房地产有关 那么到底房地产什么时候可以问底居民的信心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这呀恐怕是下半年另外一个关键的任务 好了我们今天简单为大家介绍到了政治局会议政策的一些解读 除此之外呀我还特别关注到 中国的这一位副总理何立峰先生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要解读什么是新制生产力 他其中有几句话呀 特别抓住了我的重要注意 首先他强调的是新制生产力不是以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划分的 传统产业通过啊这个进行这个叫做生产力的升级 也可以迸发出新的增长点来 这是我们之前所为大家这个提供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中国现在长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科技对于产业进行赋能 形成新的增长点来突破过去这种投资 连年回报率下降的局面 这是第一点 另外他特别讲到什么呢 就是要符合自身的情况 特别说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啊 发展新制生产力步子一定要慢一点 稳一点 不要盲目求大求养 不要盲目追求高精尖 这一点呢我觉得说的也比较的实际啊 像这个搞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啊 搞这个这个道路云啊 搞这个全自动驾驶低空经济 会于上海啊 这个广州杭州有这样的科技实力 你到甘肃宁下去搞需求也不在啊 也没有这样的人才储备基础和科技运量基础啊 所以说这个高精尖啊 不能一轰而上不能搞成泡沫化 这呢是这样的 何立峰在解释新制生产力的文章中啊 特别讲到的一点 同时啊 他也特别提到了当前中国整个工业布局的一些问题 也提到有关于所谓产能过剩啊 过度恶性竞争啊 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等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为大家介绍到了 他同时也呼应了我们思想新军报之前 为大家介绍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人工智能就如之前的蒸汽革命和电气革命一样 可以说是给中国带了前所未有的一次生产力迸发的机遇 因此啊 在这一篇有关于生产 新制生产力的文章中啊 是特别强调了人工智能对于各行各业可能的赋能 而在这个金融政策上 也特别讲到之前我们大家提前预期到的 利用天使投资对冲基金以及多样的外资 对于科技金融进行赋能 来对于初创企业的各个环节上都进行加持 也特别提到了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到的 要在科研机制上进行更多的完善 允许发明者享有更多的我们叫做专利自主权 以及营运权 让发明者本身从商业化的结果中获益 这也是何立峰在这文章中特别提到的一点 但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 叫做发展新制生产力啊 要具备历史的耐心 同时也要具备当下的紧迫感 那到底是急还是不急啊何明先生 我觉得就是说领导做到一点程度之后啊 就是最高竞争就是习近平了 竟要这样也为了那样 这样的话呢 未来的形势发展成一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你看我当年讲了一样 讲了一样 何立峰在习近平身边 越来像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话的这种口气 实际上这句话吧 就是你关键是在具体的地方领导也好 具体的职业的系统也好 你不要认为现在的新制生产力 所有的人都会在这个圈子里面发展 要根据你的实际的情况 有可能新制生产力 包括在美国也一样的 我们现在看到人工阵能毫无疑问是一个前卫 是一个必须做的事情 但是很多公司它没有准备好 所以它投的钱就是打了水漂 很多公司介入到竞争中间就有可能会失败 那站在中国的这个角度 它这个经济也起到了某一种作用 就像陈云先生去世之后 我们再来回过来看陈云和郑小平的两个中共的领导人 一个是往市场方向走 一个好像是计划经济 实际上现代化的经济很难说 简单化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 有时候作为国家的经济形态来讲 国家的政府的干预能力 甚至是粗暴的干预能力 未必完全是负面的 所以对于原教旨主义的市场派和原教旨主义的计划经济派 其实对今天的经济形态应该有了一种更开放的 一种进化的思维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这个何立峰虽然它是一个正开门的一个语言 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如果你所有的人都是往这个行业走 往这个系统走 你要知道这个里面的泡沫的成分是很高的 互联网在美国的发展是这样 今天发展成这几个主要的企业 当然有无数的企业都没有了 今天发生成今天的这个苹果手机 还有很多手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了 对不对 谢谢何宾先生的点名 而说到有关于这个人事方面 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注意 就是方兴海先生非常有名的一位 斯坦福大学的这个经济学的博士 被免去了证监会副主席的职务 由一位叫李明的人来接替 那么这个人事变动到底是异常还是正常的轮换 怎么看待现在中国股市持续不景气 方兴海被免职这些事情 具体的情况我们完全不清楚 但是中国的官方体系里面的人事调整 无非不过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在长大化的行业 在长大化的行业说 哎呀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但是问题是按照中共的那个硬性的标准 他已经到了这个年龄 所以他调整了 就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态 只会在极个别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央行的行长周小圈 那么为了要来延长这个央行的行长 怎么办呢 就给他升了一个副主席 叫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样的话呢就是 因为就国家的这么一个标准 何立方也是一样 何立方当上是法改委主任 虽然法改委的权力很大 他毕竟是一个部级干部 对吧 所以他的年龄为了让他有更大的空间 就也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 如果方向海达到这种程度 比如他现在是个副部长 那么是不是给他一个正部级得入跟他延长 这是一种情况 主要是年龄 第二个是他可能调到其他的单位书 其他的职务 去发挥比如说大学 比如说研究系统 比如说某一个新型的企业 第三种情况他可能犯了某种错误 不好意思跟他抓起来 我们不知道抓不抓起来 或者不抓起来 是不是把他就这样退休算了 因为情况有很多种 所以我们具体并不清楚 中共就是这样的 他经常出现的这些人事任命啊 都会参照 早些人造成很大的误会 比如说任命某某为 这个副主任 免去某某人职务 人家就知道免去某某人职务 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呢 他就不写一句你能到了 对吧 所以操作很多误解 不过9月9日真的 权力的傲慢呀 我们也接受了 知道不一定免去职务就是有问题 好 那谢谢这个何明先生 今天呢 对于三中全会之后 这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的有关解读 同时让我与大家介绍了何立峰 有关于新制生产力的剖析文章 以及方兴海相关的人事变动 那如果你有关注到今日华尔街 这个华尔街电视频道其实在六度解析栏目 在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了相关的解读和报道 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先驱报的全部内容 这里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 近期思想先驱报要专门做一个系列 详细解读三中全会的各项措施 以及具体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怎样的扭曲变化 加强加弱 那么市场又怎样和我们叫做政策进行博弈 政策到底能不能够说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恢复信心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纪念邓小平120周年诞辰的演讲中所传达的重要信息 他强调 纪念邓小平的最佳方式就是坚持实现国家复兴的使命 并呼吁全国人民支持他的政策 尤其是在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和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 习近平重申了一国两制的必要性 这不仅是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框架 也是对台湾未来统一的指导原则 在面对经济放缓和与美国的竞争加剧之际 习近平重申了党的核心地位和改革的必要性 并强调稳定的重要性 他认为 从邓小平的理论中学习是应对当前复杂局势的关键 习近平的目标是到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经济 并在2049年实现中国的全面复兴 这些都与邓小平的理念紧密相连 然而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专家们对邓小平的政策在当前的适用性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我们将在节目中深入探讨这些挑战 以及习近平如何计划引领中国走出困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标题为 习近平敦促国家以实现中国复兴来 纪念改革先驱邓小平 由梁新录与郑威廉撰写 发表于2024年8月22日 在这篇报道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之际 呼吁全国人民坚持实现国家复兴的使命 以此最为纪念这位改革先驱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对高级政府和党务官员 及邓小平的亲属和前工作人员发表讲话 表达了对邓小平政治遗产的敬意 同时也借此机会 重新阐述了自己的政策 包括建立现代经济体系 推动高科技自力更生 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 习近平指出 延续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最重要的是继续推动他所开启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他强调 纪念邓小平的真正方式 就是努力实现国家复兴 尤其是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 一国两制方针 习近平还提到 一国两制不仅在香港和澳门得到了成功实施 而且为实现中国的全面统一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今年恰逢 中英联合声明 签署40周年和澳门回归中国25周年 习近平强调了推动香港和澳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性 他重申了北京对台湾独立的坚定反对立场 强调实现国家统一不仅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愿望 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 他在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政策 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全球超级大国 邓小平拆除了一度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的约束 开创了使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混合市场经济 同时他重新引入了公共考试制度 为大学录取和政府职位奠定了基础 推动了现代中国教育科技的复苏 然而报道指出 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包括经济放缓 失业率上升 以及与美国激烈的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 习近平强调 必须深入学习和应用邓小平理论 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 他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经济体 并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目标 习近平指出 党的纪律对改革使命至关重要 强调党必须有核心 党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权威 他还呼吁改革要有勇气 但不乏要稳健 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保持平衡 以稳定为首要任务 他重申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将倡导和平 发展 合作和共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通过这次讲话 习近平不仅回顾了邓小平的功绩 还将中国的现行政策 与邓小平的战略联系起来 习近平首次称赞邓小平 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表明中国将继续在全球舞台上 扮演和平大国的角色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谢茂松在评论中指出 习近平的讲话将邓小平描述为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捍卫者 这一核心遗产被习近平继承 并正在维持 哈佛肯尼迪学院的ST利美中关系 讲习教授米特尔指出 邓小平的某些方法在今天并不完全适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副教授吴启元则表示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对抗美国的情势 使得大家渴望回到强劲经济增长的时代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些话题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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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在庆祝邓小平120周年诞辰之际所面临的关键抉择 邓小平与当今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策略与方法虽然存在明显差异 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两者在核心理念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 他的改革不仅重塑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还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而习近平则自诩为邓的真传人 试图继承其未尽的使命 即将中国重塑为伟大的文明强国 尽管两位领导人在面对不同的挑战时采取了各异的应对策略 他们都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国家复兴的关键 在这一系列的分析中 我们会探讨邓的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影响习近平的四项自信 以及两位领导人在共产党内部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上的不同选择 邓的集体领导思想在当时成功地稳定了政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缺陷逐渐显现 最终导致习近平采取了更为集中的权力架构 以应对腐败和派系斗争的挑战 这段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随着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 邓小平的思维方式依然启发着当今的领导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题目是在中国庆祝邓小平的遗产之际 国家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这篇文章由周中燕、蔡锦和郑伟文三位记者撰写 通过回顾邓小平的遗产和对比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策略 探讨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邓小平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工厂 因为他坚韧不拔的决心 然而他也是一位魅力非凡的领导者 1979年首次访问美国时 他戴上牛仔帽一举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心 邓小平被誉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 他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使中国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同时他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迅速镇压了国内的民主运动 中国文化中60年一个甲子 象征着天地的完全对齐 今年的8月22日 正值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此时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所言 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邓小平和习近平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比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媒体时常将习近平描述为邓小平改革的拆毁者 然而北京方面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并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攻击 习近平认为自己是邓小平的真正继承人 负责完成邓小平为敬的伟大使命 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尽管两位领导人的策略和方法有所不同 但细查之下 他们在核心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两人都在关键时刻打破前任的常规和路径 为了确保共产党和国家的存续 他们都采取了非传统的方式 邓小平是首位警告中国必须走自己的改革道路 而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的人 他嘲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 认为其将导致苏联的解体 邓小平的儿子邓志芳曾向朋友透露 他的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 邓小平坚信 共产党必须掌握权力才能解决问题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策略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改革路径 他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来保障党的统治 这些原则要求中国领导人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人民民主专政 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在2014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的最显著特点 就是从现实出发 从世界大事和中国国情出发 虽然邓小平和习近平继承了不同的中国 他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邓小平在文革后致力于重新团结党和国家 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他提倡集体领导建立了一套共识机制 以防止任何一个派系的完全垄断 这一机制在后来的中国政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领导人退休年龄的规定 和前领导人不受起诉的惯例 然而集体领导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为了维持表面的统一 产生了极度的谨慎和惰性 党的纪律逐渐松懈 习近平则通过大规模反腐运动和权力地 重新集中来应对这一危机 他打破了许多不成文的规则 包括前领导人不受起诉的惯例 以重新整合党的力量 两位领导人虽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像邓小平一样强调实干 要求党的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 他认为党在失去凝聚力 和被强大利益集团劫持的危险中 必须通过集权来强化核心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中国在短短30年内 从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哈佛大学教授艾兹拉沃格尔 在其著作《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中写道 20世纪还有哪位领导人 比邓小平更能改善如此多人的生活 还有哪位20世纪的领导人 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 然而 邓小平取得的空前成功 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沃格尔在2011年的书中 列出了邓小平继任者 面临的五大挑战 控制腐败 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 保护环境 保持党的合法性 以及重新定义和管理自由的边界 这些问题 现在也都是习近平的首要任务 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虽然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 腐败和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习近平接过了这个复杂的局面 他提出了四个自信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和文化自信 试图通过这些新的理念 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可以说 邓小平和习近平 在不同的时代 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前外交部官员高志凯认为 无论党的叙述如何变化 中国依然在沿着邓小平的路线前进 试图通过建设一个独特的中国 来实现复兴 在今天 我们也面临着新的十字路口 中国如何在新的全球环境中 继续前行 如何应对内外部的挑战 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的遗产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 习近平作为他的真正继承人 也在继续践行着遗产 感谢大家收看本次特别节目 敬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深入探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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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度剖析中国如何再次启动其庞大的出口机器 并且这次对于竞争对手来说 似乎没有任何藏身之处 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的低价产品如同洪水般渗透全球市场 导致许多国家的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我们将探讨美国创业公司Cubic PV 如何因应中国系片产能过剩而被迫暂停生产计划 还有智利钢铁公司Cap因无法与中国低价金属竞争而关闭工厂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分析中国领导曾在面对经济挑战时的反应 包括对制造业的重视信心和大规模补贴 这使得全球贸易格局再次震荡 另外 欧盟 美国及其他国家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措施正不断升级 这些行动是否将引发一场新的全球贸易战 中国的低价产品如何影响全球市场 特别是在汽车和太阳能等行业中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这一切都在于中国的战略选择和全球经济的相互作用 未来的贸易局势将会如何演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近期发表的文章 首先 让我们了解 一下这篇文章的来源 这篇文章来自于权威新闻机构 华尔街日报 文章详细讨论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最新动向 以及这种动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以下是文章的详细内容复述 以及我们的分析和评论 文章开篇介绍了一家名为Cubic PV的马萨诸塞州创业公司 该公司专注于生产用于太阳能板的高科技组件 硅片 在美国总统拜登两年前实施的气候立法的支持下 该公司宣布将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一个14亿美元的硅片工厂 然而 自那时起 中国几乎将其硅片产量翻了一番 远超其国内需求 多余的硅片被出口海外导致价格下降了70% Cubic PV不得不在今年初停止生产计划 导致工程师和其他员工失业 并指出市场被中国的过剩产能扭曲 远在智利 铁矿石开采和钢铁制造企业CAP 也在应对来自中国廉价金属的冲击 该公司宣布将无限期关闭 位于智利中部的巨型花尺培偷钢厂 造成约2200人失业 公司表示 即使政府提高了钢筋和其他进口产品的关税 也无法与低价的中国金属竞争 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对其工厂部门进行强力支持 以应对国内经济疲软 这种策略压榨了全球的企业 并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贸易战的担忧 欧盟最近决定对进口的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这是紧张局势加剧的最新迹象 美国早些时候提高了对中国钢铁、铝、电动车、太阳能电池等产品的关税 土耳其也提高了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巴基斯坦则提高了对中国文具和橡胶的关税 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对中国商品是否低价倾销 展开反倾销调查 印度正在审查中国的颜料和化学品 日本正在调查电极 英国正在调查挖掘机和生物柴油 阿根廷和越南则在调查中国的微波炉和风塔 背后是北京的一项大胆但风险巨大的计算 通过更多投资制造业来恢复国家经济活力 并建立工业韧性 而不会引发太多的国际反弹 从而威胁中国的未来 与政策顾问和与中国官员有接触的人士的采访显示 中国领导层在去年面临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使经济处于数十年来的最弱点 一些顾问认为 中国经济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 从依赖制造业和建设转向更多的国内消费 这将使中国更向美国 并可能使其走上更稳定的增长轨道 然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却命令官员 加大对国家主导的制造业模型的支持 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新补贴和信贷 他使用了一句口号来确保官员们明白信息 先利后破 即建立新的产业 然后再破旧的产业 习近平的新产业模式并不意味着转向新的增长模式 而是通过精炼他对国家应支持的制造业类型的看法 呼吁建立中国希望主导未来的行业 如电动车 半导体和绿色能源 同时保持国家在旧行业 如钢铁方面的传统优势 任何产能过剩问题都可以推到未来解决 在去年12月的一次重大政府会议上 这个口号出现在官方报告中 当时会议制定了2024年的经济议程 报告承认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但习近平的口号仍然强调扩大工业生产 习近平在今年3月的一次年度立法会议上重复了这一口号 几周后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前往北京 警告中国领导层 关于中国制造业过剩对全球的影响 两项原则指导了习近平的思考 第一 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工业供应链 以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施严厉制裁的情况下 维持国内经济运行 在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中 工业安全是中国稳定的核心 特别是在与发达世界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 第二 习近平对美国式消费有根深蒂固的哲学反对 认为这种消费是浪费的 这是中国别无选择 只能投资出口以稳定其疲弱的经济 并创造就业以弥补国内建设中的损失 其结果是中国工人没有失业 但巴西的钢铁工人 欧洲的化学工程师和美国的太阳能面板 制造商可能会失业 官方数据显示 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正在渗透到经济中 自2021年底以来 工业贷款包括制造企业贷款增加了63% 而中国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急剧下降 政府补贴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策略 也显著增加 根据数据提供商wind的数据显示 2023年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宣布了33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比2019年增加了23% 中国电池制造商CATL获得了约7.9亿美元的补贴 是2022年的两倍 其他大的受益者包括中石油 中国移动和沃轮 巴菲特支持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总体而言 根据德国智库基尔研究所的数据 99%的上市中国公司现在披露了一些形式的补贴 中国在培育产业方面的支出 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9%是美国 德国和日本的数倍 美国 中国商业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表示 当他与中国贫穷农省的一位省长会面时 省长列出了半导体 软件 生物技术 机器人 航空航天 电池和电动车等经济优先事项 我本以为改善农业收成等应是他的经济优先事项名单的首位 艾伦说 这条资金支持线预计将继续喷涌 中国人民银行在4月表示 已设立一个价值约700亿美元的新设施 已帮助银行向技术公司贷款 5月 一个旨在资助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基金 从国有银行和其他政府关联的投资工具中 筹集了480亿美元 在一系列由人民日报于5月发表的文章中 北京将其制造和出口能力辩护为世界的积极因素而非问题 称美国及其盟友在炒作中国的过剩产能以获取竞争优势 中国总理李强在6月的达沃斯会议上表示 中国生产的先进电动车 锂离子电池和光伏产品 首先满足了国内需求 同时也丰富了全球供应 他补充说 中国制造业优势的真正来源不是政府补贴 而是其巨大的规模 这有助于压低成本 无论如何 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编制的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的工业生产比2021年底 房地产危机严重时高出8% 远超美国 欧洲和日本的产量增长 中国增加了生产每年约4000万辆汽车的产能 但国内销售仅约2200万辆 今年中国预计将生产约750几瓦的太阳能电池 而2023年国内仅需220几瓦 此外 今年预计全球新增供应的80%的基础化学品 如以锡和丙锡 用于制作垃圾袋 玩具和化妆品 尽管中国的价格已经下降了19个月 显示出供应过剩的迹象 同时 由于持续的房地产危机 国内需求减少 去年钢铁产量作为中国的旧产业之一 仍然有所增长 行业高管表示 北京一直在推动他们通过清洁技术 和其他手段升级钢铁生产 总体而言 剔除汇率变动 对出口量的影响 中国出口量自2021年底以来 增长了10% 而全球总出口量仅增长了1.5% 去年中国的钢铁出口量 同比增长了36% 通过在已经接近全球工厂产量 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加倍制造业 中国实际上在要求世界其他地方 不要扩大其生产份额 而是减少它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 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专家 迈克尔·佩蒂斯表示 世界其他地方想要的是相反的 世界无法适应它 这种冲击正在蔓延 美国在某些方面是受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 因为其对许多中国商品 征收高关税 帮助保护美国工人 但如果中国的产能过剩继续存在 华盛顿扩展美国制造业的目标 将难以实现 一些行业 特别是可再生能源 正在感受到压力 韩国集团韩华拥有的 全球清洁能源公司Ksos最近表示 公司及其同行每月损失数百万美元 联邦机构 国际贸易委员会6月初步批准了一份 由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支持的反倾销请愿书 指控中国公司制造的太阳能电池和模块 在美国以低于市场价值出售 并获得不公平的补贴 其他地区则承受更多的压力 随着更多中国电动车的到来 欧洲汽车制造商裁掉了超过1万个工作岗位 PAT Europe协会主席安东内洛奇奥迪表示 欧洲PAT生产商削减了数百个工作岗位 欧洲去年年底对某些中国PAT进口产品 实施了反倾销关税 对习近平来说 风险在于 与2000年代早期的第一次中国产品冲击不同 当时廉价的中国制造业导致美国失去了 大约200万个工作岗位 但也让西方消费者受益 这次最新的推动可能会引发如此多的保护主义措施 使中国最终失去几个重要市场 过去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过剩产能并不介意 因为许多公司 例如德国的汽车制造商 受益于他们获得廉价的中国制造零部件 但现在中国的工业政策正瞄准西方经济的核心 习近平的先例后破策略标志着与前几年政策的转变 当时北京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努力减少过剩产能 而不是增加它 中国过去一直面临持续的过剩产能 有时引起其贸易伙伴的愤怒 因为这种过剩压低了全球钢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在2015年 习近平委托当时的经济沙皇刘鹤实施改革 导致许多小型和私营钢铁厂和其他企业关闭 有一段时间 这似乎表明习近平和他的经济团队终于准备好解决过剩生产问题 但随着近年来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升级 中国经济疲软 习近平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政策顾问称 他对确保中国在与美国冲突时能够生产一切所需的物品更加关注 对西方的抱怨也变得不那么同情 中国官员现在坚决否认国家有过剩产能 因为北京不希望给华盛顿 布鲁塞尔和其他国家提供征收关税或其他报复性行动的理由 然而习近平的一些最亲密的副手内部的表示担忧 认为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电动车和电池等行业的严重过剩产能 使这些行业的商业可行性降低 每个人都在中国制造东西 前欧盟中国商会主席 现任华盛顿咨询公司DGA集团合伙人的乔尔格乌特克说 但没人赚钱 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个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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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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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分析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 包括家庭对低储蓄利率的失望和投资基金在债券购买中的主导地位 面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警告和市场的抛售潮 未来又将如何影响金融机构的投资策略 而北京是否会放松对海外投资的限制成为了关键问题 这一切都将直接影响人民币的走势和中国经济的复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篇来自Reuters Breaking Views的文章 题目是《中国的大笔资金无处可去》 这篇文章通过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环境 详细探讨了中国国内资金投资的困境以及可能的出路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文章的主要内容 文章指出 由于股票市场低迷和房价下跌 中国的家庭和投资者面临着投资选择的困境 传统上 当房价下跌时 家庭会转向股票市场 当股票市场表现不佳时 更多资金会流入房地产 然而 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 储蓄利率低 股票市场低迷 房价持续下跌 使得中国政府债券成为一个明显的避风港 文章提到 今年5月 新发行的债务价格飙升了25% 两个月后 中国人民银行意外降息 进一步刺激了市场 导致收益率有可能进一步低于美国国债 最近几周 央行强烈建议贷款机构冷静他们的投机性购债行为 这些警告取得了一定效果 中国国债期货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抛售 然而 银行并不是唯一的买家 据渣打银行估计 今年前7个月 投资基金占债券购买的53% 高盛估计 中国第二季度累计过剩储蓄减少了1000亿元 至3.1万亿元 主要是由于家庭拒绝了乏味的存款利率 文章建议让中国金融机构提供更多于海外市场挂钩的投资产品 应该是合理的下一步 需求是存在的 据路透社报道 国内贷款机构一直在争相增加北京规定的配额限制 这将有几个有益的效果 特别是如果美国联邦储备局如预期开始降息 这将使美元走软 海外投资更具吸引力 回报率可能会更高 这将帮助家庭更好地应对经济放缓 让更多资金流向国外 也有助于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 然而 文章也指出 北京可能不愿意放宽 限制到足以产生影响的程度 这意味着 尽管有官方的反对意见 大笔资金很快将再次流入国内债券市场 使央行陷入被动局面 现在 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深入分析这篇文章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 中国政府在面对国内市场低迷时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降息和警告贷款机构冷静购债行为 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 但从长期来看 可能并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投资者和家庭对低储蓄利率 和不稳定的市场表现感到失望 迫切需要新的投资渠道 其次 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 放宽资本管制 允许更多资金流向海外市场 确实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果美国联邦储备局开始降息 美元走软 海外投资更具吸引力 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 回报率可能会更高 这不仅有助于家庭应对经济放缓 还能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 然而 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何在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同时 防止资本大量外流 从社会和家庭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投资选择的困境 对家庭理财带来的压力 传统的储蓄和投资方式 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的需求 他们需要找到更高回报的投资渠道 文章中提到的更多 与海外市场挂钩的投资产品 或许可以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但前提是 政府必须在政策上有所放宽 最后 从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 如何在保持国内金融市场 稳定与满足投资者需求之间 找到平衡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政府不愿意放宽限制 主要是担心资本外流 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然而 如果不适时调整政策 大量资金涌入国内债券市场 可能会再次引发投机性购债行为 使央行陷入被动 总结来说 文章通过对中国当前经济环境的详细分析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而现实的投资困境 放宽资本管制可能是一条出路 但也需谨慎权衡利弊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 金融机构和投资者 都需要共同努力 寻找最优解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请继续关注我们对这一话题的深入探索 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中国的大笔资金无处可去 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还是个哲学问题 好比是你有很多钱 但不知道要买什么 这种情况下 政府债券成为了避风港 这有什么不好呢 至少我们保住了钱 不像是放进股市和房地产 一不小心就蒸发了 楚天书 这个问题可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 想象一下 你跟朋友一起去吃自助餐 结果什么都不吃 只喝汤 这不仅浪费钱 还饿肚子 中国的资金被困在国内市场 就像那个只喝汤的朋友 放宽资本管制 让钱流到海外市场 不仅能获得更高的回报 还能分散风险 这可比把钱全都投在政府债券里聪明多了 谢琪琪 你这比喻不错 但别忘了世界经济 可是自助餐里的海鲜区 有可能有毒 你想让中国人民的钱冒这个险吗 美国股市就像过山车 谁知道明天会如何 中国的经济政策稳健 这是我们依赖的基石 再者 如果大笔资金流出 人民币会升值 这对出口企业可是不小的压力 还记得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吗 资本外流可是摧毁了不少经济体 楚天书 亚洲金融危机 那都快成历史考古了 你要知道 现代金融市场早已和那时候不同 全球化的大潮已经把我们卷进来了 拦都拦不住 至于你说的海鲜有毒 那好吧 我们可以选择有机认证的牛排啊 即便美国股市像过山车 还有欧洲市场和新兴市场可以选择 而且不投资海外市场 家庭资金回报低 这可不是明智之举 谢琪琪 听你这么说 我都想变成那只投资海外的牛了 可惜现实不是同化 放宽资本管制 前世可能会有更高的回报 但风险也随之增加 你看看2020年的新冠疫情 全球股市都惨不忍睹 在这种大风大浪里 还是得靠中国这艘大船稳住 让我们的资金安心 再者资本管制 也是防止金融投机的一道防线 不然我们可能会陷入 金融泡沫的恶性循环 楚天书 你怕的可真多 那我们是不是要一直闭门造车 资本管制就像是给车子安装了限速器 确保不会开太快 但也限制了我们的潜力 你说的金融泡沫 这是需要我们政府和监管机构去防范的 而不是一味的限制 就像一个人不敢吃海鲜 不是因为海鲜有毒 而是他不懂怎么挑选新鲜的 放开资本管制 让专业的金融机构来帮我们挑选好的投资标的 这才是上策啊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令人震惊的话题 中国大学正如何大刀阔斧的调整课程 以应对政府对高科技劳动力的迫切需求 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的迅速崛起 超过十几所大学已经暂停或取消了近百个传统专业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四川大学甚至考虑撤销包括动画和应用物理在内的31个专业 并推新专业来迎合未来的生物质行业需求 这一变革不仅是回应教育部的号召 更是中国政府在面对美国竞争和技术封锁下 积极推动创新驱动经济的重要一步 而根据最新数据 自2013年以来 中国的工程专业数量激增 特别是在机器人 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 教育部副部长无言地呼吁反映了 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迫切需求 强调要适应行业发展 培养最需要的人才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国是否能够成功打造出 一支强大的科技人才队伍 进而在全球舞台上占据制高点 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探讨一项 关于中国大学课程改革的重大举措 这一举措旨在响应政府 对高科技人才日益迫切的需求 首先 我们要明确这则消息的来源 它来自于南华早报 这是一家知名的英文媒体 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据南华早报援引澎湃新闻报道 截至7月31日 中国有超过十几所大学 对其工程和技术专业 进行了大规模调整 暂停或完全取消了 多达99个传统专业 例如 四川大学计划取消 包括动画 表演和应用物理在内的 31个专业 同时设立一个新的生物质 科学与工程专业 该大学表示 这一新专业 不仅能支持传统行业 如制格和造纸 还能适应新兴生物质行业的未来需求 这些调整 是为了响应教育部的号召 旨在调整大学 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 以更好的服务中国现代化 上个月 教育部发布的一份文件明确表示 将支持大学 在集成电路制造 人工智能 量子技术 生命科学 和能源等关键领域培养人才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的一篇研究论文 过去十年间 学术课程的最大变动 发生在工程专业领域 官方数据显示 从2013年到2022年 中国大学的工程专业数量增加了 7566个 同时 新增了96个研究领域 包括机器人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这些新专业的设立 反映了新兴技术 政府战略和区域 经济发展的需求 研究论文指出 被取消的专业 通常属于传统工程行业 而新增的专业 如区块链 集成电路设计 和网络安全等 则反映了新兴技术 政府战略和区域 经济发展的需求 中国政府和各部委 多次呼吁 培养和发展科技人才 8月2日 教育部副部长吴言表示 中国的职业教育 需要更好的适应 行业发展 在《人民政协报》的一篇文章中 吴言指出 教育部鼓励大学 开设最需要人才的课程 这一呼吁 得到了高层的支持 近年来 习近平主席 一直在推动 创新驱动的经济 以应对与美国的竞争 并在西方制裁 限制半导体获取的情况下 寻求自力更生 在6月份的一次讲话中 习近平表示 中国需要占领制高点 习近平强调 中国在一些领域 依然存在短板和弱项 并呼吁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以支持基础研究 并鼓励自由探索 根据最近的一项三年政府计划 中国启动了 培训数字工程师 技术人员 以及大数据 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 集成电路 数据安全等领域工人的计划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大学必须引入 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专业 并改善跨学科培训 看到这里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 深入分析 和评论这项举措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政策背景来看 中国政府显然是在应对 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形式 特别是在与美国的科技竞争中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通过调整大学 专业结构 培养更多的高科技人才 政府希望能够在关键技术领域 实现自主可控 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 其次 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教育部 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措施 使高等教育 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 这不仅仅是 简单的专业调整 而是整个教育体系的一次 重新审视和优化 通过引入 新兴技术相关的专业 学生将有更多机会 接触到前沿科技 并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占据更有力的位置 从产业需求的角度来看 中国各个产业 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正在迅速增加 无论是人工智能 大数据 还是量子技术 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 通过调整大学 专业结构 能够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 为企业输送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然而 这项改革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首先 被取消的传统专业的学生和教师 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冲击 如何妥善安排这些专业的师生 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 新设专业的师资力量 是否能够跟上 也需要引起关注 新兴技术领域的教师资源 相对较为稀缺 如何吸引和培养更多优秀的师资 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之一 最后 从长远来看 这一系列改革将对中国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 中国将在高科技领域取得更多突破 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 大学和企业需要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教育 改革和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 中国大学课程的调整 反映了国家在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战略需求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府希望能够在全球科技竞争中 占据有利位置 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在实施过程中 各方需要齐心协力 克服挑战 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 将继续深入探索 这一话题的最新进展 和更多详细内容 敬请期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能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中国大学改变课程 以满足政府对高科技劳动力的需求 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大家看看 当今世界 科技就是生产力 美国硅谷 以色列的科技创新 都在告诉我们 谁掌握了科技 谁就掌握了未来 中国政府这么做 不仅是为了对抗国外的挑战 更是为了在全球竞争 忠立于不败之地 话说回来 秦始皇统一六国 也是因为他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啊 楚天书 你这么说太偏激了吧 我们不能只看到科技的重要性 就忽略了其他学科的价值 你知道吗 艺术 文化和人文学科也同样重要 如果中国大学全部转向高科技领域 那么我们的文化遗产谁来传承 难道要把红楼梦变成大数据分析 在用人工智能写续集吗 再说了 岳飞的京中报国靠的是武功 不是高科技 谢奇奇 你的担忧我理解 但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啊 过去十年 中国大学的工程专业数量增加了7566个 新增96个研究领域 这些数据都证明了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人才 啊 我知道你会说文化传承很重要 可是如果我们不发展科技 连文化都保不住啊 你看 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不也是为了让中国站起来吗 楚天书 你太片面了 没错 增加科技专业是好事 但是完全取消传统专业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一个社会需要多元化的发展 单一的科技无法支撑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 假设我们全国都在搞芯片 那谁来做我们的电影 谁来写我们的小说 难道要让AI来创作三国演义续集吗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谢奇奇 别激动嘛 我们不会忽略其他学科 只是目前科技是重中之重 你看 习近平主席说了 我们需要占领至高点 在全球竞争这么激烈的时刻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当年朱元璋打天下 也是先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才有了后来的经济繁荣 科技就是我们的军事力量啊 楚天书 你讲的有道理 但我们不能忘记多元化的价值 你知道吗 在欧洲 很多大学都非常重视人文学科 这不仅保证了科技的发展 也让文化艺术有了发展的土壤 中国需要的是全面的人才 而不是单一的科技专才 想象一下 没有了阿Q正传这样的经典 我们的精神世界会多么贫乏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揭开一个令人震惊的诈骗案 这场事件的背后是一个位于曼岛的犯罪团伙 他们利用海滨酒店和前银行办公室来骗取中国的数百万美元 这些诈骗活动从2022年到2023年 以一种名为养猪的手段进行 诈骗者通过取得受害者的信任来实现他们的阴谋 在道格拉斯的海景酒店 数十名中国工人正忙碌着 却不知他们正身处一个黑暗的诈骗世界 这些工人来自菲律宾之前在另一家诈骗公司工作 而今却被转移到这家名为麦的公司 进行在线赌博的诈骗操作 我们的调查揭示了这个犯罪组织的复杂性和精密性 包括使用社交媒体来建立假投资者和老师角色的网络 他们的手法不仅阴险 还涉及到多国的犯罪操作 直到警方的突袭揭示了一切 随着警方的介入 这个诈骗团伙的雄心壮志也随之破灭 他们的计划被迫搁置 许多涉案者被捕 并且所有的非法活动现在都受到密切的监视 这不仅仅是一个诈骗案件 而是一场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战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揭开曼岛的中国诈骗谜团 今天我们将详细探讨 BBC世界服务部的一项深入调查 该调查揭示了在英国皇家属地曼岛上 一家海滨酒店和前银行办公楼 竟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诈骗网络的运作基地 这一诈骗活动针对中国受害者 使用了一种被称为养猪的复杂手法 骗取了数百万美元 首先让我们回顾下这篇文章的来源 这是一篇来自BBC的详尽调查报道 涵盖时间长达一年 BBC的记者们深入挖掘 揭示了这个诈骗网络的运作方式和背后的庞大组织 根据BBC的调查 这个诈骗网络在曼岛的海景酒店 和一个前银行办公楼内进行操作 诈骗者主要是中国工人 他们在这些地方使用高速宽带连接的电脑 进行所谓的工作 酒店的厨房甚至还安装了专业的炒锅炉灶 以满足中国工人的需求 这些工人通过一台台电脑向中国受害者实施诈骗 骗取他们的信任 然后从他们那里榨取巨额资金 这种诈骗手法被称为养猪 核心在于养肥猪 汲取得受害者的信任 诈骗者会先通过在线聊天平台QQ 将受害者拉入群组 然后其中一人扮演投资老师的角色 其他人则假扮为成功的投资者 他们通过夸大老师的投资技能 营造出一种高收益的氛围 又使受害者将钱投入指定的投资平台 然而这些平台完全由诈骗者控制 受害者的资金实际上被转移到了诈骗者的账户 根据中国法庭的文件 这些诈骗活动从2022年1月 一直持续到2023年1月 期间至少有12名受害者 损失了3887万人民币 约合530万美元 BBC的调查还揭示 参与诈骗的工人多数来自菲律宾 他们在2021年底被转移到 曼岛继续为Mike公司工作 Mike代表曼岛 互联网商务公司 是一个由多个相关企业组成的庞大集团 其中最显著的 是由King Gaming Ltd运营的在线赌场 曼岛的法律环境和税收优惠 为这些诈骗活动提供了便利 尽管赌博在中国大陆是非法的 但在曼岛运营的赌场却能够合法地面向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从而利用这一灰色地带获取巨额利润 调查过程还发现 这些诈骗公司背后有一位关键人物 比尔摩根也被称为梁令飞 他通过设立信托持有Mike及其附属公司的股份 并被描述为一个为进行诈骗活动而建立的相当稳定的犯罪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尽管中国法庭文件提到梁令飞 但他尚未被起诉 也未在听证会上露面 曼岛警方在2023年年初突袭了这些诈骗公司的办公地点 逮捕了至少7人 并对这些公司进行了进一步调查 曼岛的相关监管机构 已经取消了Mike附属公司的赌博牌照 计划中的豪华办公大楼建设也被无限期搁置 从不同角度来看 这个案件反映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双刃剑效应 一方面 互联网和高科技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沟通和无限的商业机会 另一方面 他们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作案手段和跨国操作的便利条件 养猪诈骗手法的成功 不仅在于技术和资金的投入 更在于其心理战术 通过长时间与受害者建立信任 诈骗者能够精确掌握受害者的心理弱点 最终在关键时刻实施诈骗 这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犯罪 更是一种心理战术的运用 此案还暴露出曼岛在金融监管和法律执行上的漏洞 尽管曼岛以其独特的法律和税收环境吸引了大量企业 但也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何在保持经济吸引力的同时 强化监管 防止犯罪活动 是曼岛及其他类似地区需要深思的问题 从国际视角来看 这起案件也揭示了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联合国有组织犯罪专家马苏德·卡里米普尔指出 犯罪分子通过司法管辖购物 即在法律漏洞和监管不足的地区活动 使得打击这些犯罪如同打地鼠游戏 这表明国际社会需要更紧密的合作和更有效的法律框架来应对这类跨国犯罪 另外受害者的保护和补偿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这种复杂的跨国诈骗案件中 受害者通常难以追回损失 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和补偿体系 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总结来说 曼岛的这起大规模中国诈骗案件 不仅揭示了诈骗手法的复杂性和跨国性 也反映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对犯罪活动的深远影响 通过深入调查和多角度分析 我们看到了犯罪网络的庞大和隐蔽 也看到了国际社会在打击这类犯罪方面的挑战与不足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对这一案件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各位观众朋友 首先我们要正视一个事实 那就是诈骗猖獗的背后 其实揭示了全球化的某些阴暗面 这些诈骗分子利用了曼岛的法律漏洞和低税收环境 创造了一个跨国犯罪天堂 我们不能否认曼岛政府对这些企业的监管存在严重不足 这就像是给诈骗分子开了一扇大门 请他们进来喝茶一样 我们应该引起重视 从法律和监管层面进行全面改革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哎呀 楚天书 你这样说可有些过于严肃了吧 你知道吗 这些诈骗者可真的是创意无限 他们居然在道格拉斯的海景酒店里装了炒锅 这不仅仅是诈骗 还是诈骗界的美食家啊 而且 你所谓的法律漏洞 简直就是诈骗者的创业孵化器 他们甚至还想建造一个带有顶层公寓和卡拉OK的园区校园 这真是把诈骗做成了艺术 谢琪琪 你说的确实很幽默 但这种幽默背后却是无数受害者的眼泪和血汗 就像古代的三国演绎 刘备虽然有诸葛亮 但也难免遭遇败北 这些受害者就好比那些无辜的百姓 被诈骗分子养肥后一口吞下 我们必须像诸葛亮那样运筹帷幄 提前部署 才能真正保护我们的人民 哦 楚天书 你这样说可真是让人觉得你是诸葛亮在世 但别忘了 诈骗者可不像刘备那么仁慈 他们可是曹操般的奸诈 你知道吗 这些诈骗者还设计了什么表情符号难过聊天群来进行骗局 我看这就是现代版的草船借鉴 用虚假的热闹场面来骗取别人的真金白银 与其说我们要运筹帷幄 不如说我们应该像周瑜那样设计一个火烧赤壁的局 彻底烧掉这些诈骗集团的潮穴 谢琪琪 虽然你的比喻很生动 我们不能靠一场火烧赤壁来解决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变革 我们可以学习《红楼梦》里的贾母 弄个霸王别姬的场景 把这些诈骗者戏弄得团团转 这样他们就没时间去骗人了 开玩笑归开玩笑 确实我们需要严格的法律和有效的监管 只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早日落地 让诈骗者无处可逃 这才是真正的大快人心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 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 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 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 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播细每个故事 通过实时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揭示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 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洞悉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 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赋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政治拙见 因为了解真相 仅仅是个开始